Hello 大家好 我是Lily 现在我在广西玉莲 现在我要前往一个地方 就是寒山水户 算是一个风景很不错的地方 今天带大家过去转一转 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风景吧 特别喜欢开车走在这样的路上 你看这两边都是树 交叉在一起 那就是一条林荫小道啊 感觉特别舒服啊 总有那种夏日清凉的感觉 我曾经看过一本日本的电影 叫做小森林 女主角骑着一辆自行车 一直穿行在这样的路上 哇 那种感觉特别好 今天的天气真好 看着路边 也不知道是什么花 黄色的都盛开了 一树 一棵树上全是花 现在距离寒山水库不远了 就在那个方向 很近了 那边就是佛子山 还有寒山水库是在这个方向 就旁边 上面有一个水务公司 就是自来水公司 这旁边 这旁边种了不少这个果树 真的 都已经包起来的那种果 旁边基本上是一些农田 偶尔会有一些房子 都是新建的 像我们玉林呢 就是一个农业城市 就专稿的是农业 而像广西的柳州 就大家以前也听到了 它就是工业城市 桂林呢 它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印象 你看向前面 哇 这两边全都是 全是果树啊 全是果树 好像是翻石榴啊 就是小棵的那种 树苗是挺小的 但是它长出来 应该挺大棵的 翻石榴 那这两边全都是哦 这个路有点烂啊 哎呦 准备要到目的地啦 寒山水库以及佛子山公园 都在这个地方 近些年来 我们玉林这边 也是慢慢在发展起来 所以对于这一些 整这种什么户外营地啊 都是有搞起来的 像这旁边有一个龙湖户外活动营地 都围起来了 以前的话它是没有围起来的 是可以进去的 我之前还在这旁边 这里去露营 煮了一个螺丝粉 在那休息 现在全部围起来了 就不给进去了 车子的话 只能走着外围啊 大半年没见 变化还是有一定的变化的 你看像这旁边这一栋楼 这栋楼都围到那个营地里面了 是吗 就这一栋 哦没有没有围 它是在外围啊 整这么高一栋楼 但是这附近基本上很少商业啊 很少人过来这边 所以说你想要在这里做生意啊 有点难 在这边居住 也距离市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就感觉也没有那么方便 今天是星期天 我估计也有一些车会过来这边去玩啊 带着家人朋友来这边去转悠 准备来到目的地 寒山水库 这个寒山水库以前 我记得可能在90年代 00年之后吧 有一位大领导想要把这边改造成那种国际度假景区的 但是后来好像没搞成 所以呢就荒废了 但是呢 总体而言这边的风景还算是很不错的啊 好了到地方了啊 熄火 下车瞟两眼啊 哇 瞬间安静了 这边的风景还是比较好的 是我们域里很多人过来这边周末度假 带着家人朋友过来这边去休闲的一个地方 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你看这前面 好像近些年又开始重建了啊 你看这里以前是没有的 现在又开始又重建了 搞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嘛 以前据说这个地方是要搞一个塔 是一个要搞多尔城的塔 后来因为废弃了 所以就没搞 但是现在 嗯 简简单单装饰了一下 弄上了围栏啊 还有旁边这些 现在估计是冬天啊 所以这个水位有点下降 降到那里了 水没有特别多吧 还有这边 不过比起我上次来要多很多水了 现在水应该是续上了一些 看着旁边有很多的芦苇 在这边拍照应该还是能出点片的啊 之前有的网友说 细称为 寒山水库称为小鹅海 玉林小鹅海 如果说能拍出好照片的话 也能随之称为鹅海吧 但是这个水库真的实际是水库 相对来说是小很多 俄海的话 环湖 环俄海一圈140公里 这边环个水库 也没个几十公里吧 是吧 我准备要上到这个楼顶上面了 现在走过来发现 诶 是重新装修过了 地面也重新硬化了 原先的话这边没有那么干净整洁 之前有不少人在这边弄了很多这种烧烤的 那个叫什么照 然后现在呢全部都平了 弄的还挺好看啊 如果说是上午来 又是另外的一个光线 这样子拍照也会很出片啊 你看这边 好漂亮 是不是啊 好被阳光撒在那边的枯草上 那种芦苇荡 别有一番韵味 有点安静啊 听着这个水声 远处有不少车啊 他们把这个 那边有一个路口可以开车下来 他们就把车停到了这个水库边上 直接在水水边去露营野吹啊 还挺棒啊 从这里可以去上顶楼 这个地方啊 这一段之前也是没有的 但是现在他要装上了 但是现在他要装上了 这样子方便了 很多啊 哇 这个风有点大哦 这个风吹了 哇 这个风吹了 这些朋友们 看这个视野 瞬间开阔 还有这个 这个阳光 照在这个水库呢 水面上 波光淋淋的 风吹着 瞬间 心胸都开阔了 远处还有很多水鸟啊 这应该是水鸟 是白鹿吗 还是什么 这边呢 生态环境还算是不错的 所以这边呢 会有一些鸟 在这边去栖息 这边有不少小朋友啊 都是家人 带着孩子过来玩 一直到处理 会儿 发声 快乐 在某些国外 听个人 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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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到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野炊 吃点好吃的 聊聊天 晒晒太阳 相当的不错 也是比较顶级的享受哦 看这边 这下面 我听到了水声 这个寒山水库是有鱼的 是剑子钓鱼的 又回到镇上了 然后现在这个点车比较多 得慢慢开 旁边有一家卖砂糖菊的 我也准备要去拿个几斤 10块钱6斤的砂糖菊 我们广西的砂糖菊特别甜 特别好吃 像这砂糖菊都是小小个的 特别甜 不过要仔细挑一下 10块钱6斤 大家觉得贵吗 在广西来说 这个价格是相当实惠的 可能在广西外 可能就涨价了 又要运过去 要成本嘛 要运费 买完砂糖菊 就过来另一个摊子 买烧鸭 这个摊子的烧鸭也很香 这个摊子的烧鸭也很香